母娘慈迅明明灵灵意见,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意旨,清须大化救援皇制,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父贤良三界法,与慈云不失方,共母朝母娘万灵。 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明上帝,无量清须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亦点明明上帝圣靠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居住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相外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亦足无人本聚之本性良知。 在人而言,亦足无人谁,而是否则除了心。 他,亦足无人本聚,而是宇宙。 在人之天手上海权越的大麻雀。 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树,释迦之能净,耶稣之博爱,牧圣之清真,观音之造词,世智之喜舍,文书之大志,普贤之大行, 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名,五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是诸佛,一切奥义妙底,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 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天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奠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 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伴为天地,笑而无美,气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玉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 。 。 无量心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情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 至尊至圣是尊崇其位为至尊至位,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荣完美无缺的。 三界十方,三界是指玉界色界无色界,十方至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 要上帝的性体尽虚空偏发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 大而无极大为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人,万化的真主宰。 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种时,在传统道场义要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义母字为代表。 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情上义与情上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 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 其本体尊崇其未经奉其德宰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衡用在补补言为犯其极情中。 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意。 自行与补母字相近。 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 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 体用何一为母? 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之相。 集体集用集用集体。 体用何一? 集是佛典。 二点点代表无极,典代表真如本心。 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 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 四点母字正转90度。 要是天天灵性之母。 天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清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 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 两点是阴阳,代表用。 从代表无极,众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 太极图各交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教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 中庸交涉之中庸交涉之离,所以是上帝。 天命之未请。 诗经小雅明明上帝,交灵下土。 大雅上帝灵如,无二耳心。 书经苍告为皇上帝,将忠于下明。 若有恒性。 二点佛教大日如来疲独,遮纳无声等。 法华文句会本法身如来明疲独,此番已片一切处。 诗经一问品若物无声论法,见西方旨再叉,诺。 大日经书一云,但因疲独遮纳者,是日之也明,即徒暗见明之亦。 同时六约所谓提读纳者,日也。 如世间之日,能处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 经法身如来逆复如是,不以为欲也。 三点道教无道无其天尊等。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及其聊兮,独立而不改,周情而不败,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点夜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 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五点会教阿拉真主。 胡和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 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 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十一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 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无一的主。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养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体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天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一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约翰福音149、13、14。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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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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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a 支援 说擒 金 我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实着武动的能量。出了此武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并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 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由一分为二就对立。 斯瓦弥为达踏若皮 。 斯瓦弥为达踏若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一书三点二十四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神的灵赐在我们里面和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或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 现在的原因是在我们里面和祖静的地方。 我们不在这里的,我们也有一个人的灵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灵赐,我们的灵赐,我们可以把灵赐给我们的灵赐。 我们在这里的灵赐,我们的灵赐,我们的灵赐,也有灵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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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灴赐,有灵赐,有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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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的灵赐. 感谢观看 神上帝老母娘的灵柱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记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 创造人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纪275 要看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之静平主人公真主人真儒等等 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 道家所言古神狐狐玄聘众妙之门等等 回教所言阿米墓亮墓米墓回回之地等等 基督教掩石自驾用或尸起窄门等等 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 没有求到的人是无法体悟的 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 摸不着根的瞎修情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 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明师之点 是无法找到的 可见求到的重要 经典印证义无有证法眼藏 涅盘妙心十项无项为妙法门 不立文字叫外别传 二佛在灵山墨远求 灵山指在汝青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 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 年花是重 世时重皆莫然 为佳舍尊者或人为孝 世尊曰无有证法眼藏 涅盘妙心十项无项为妙法门 无立文字叫外别传 父主摩刻家舍 世尊至多子塔前 命摩刻家舍 跟座令座以僧协离为之 遂告约书书书书书书当户时 五登会员卷一七佛 世家谋尼佛 祝孙前离 以丘三一之一 华译为众俱十一 又称为大一 由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 是做大法会 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 正法密传会能及会主义 三不注释 足以夹杀遮为 无令人见 未说金刚经 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 不离自性 遂其阻言和其自性 本自清静和其自性 本无生灭和其自性 本自举足和其自性 本无动调和其自性 能生万法组织物本性 未会能曰 不适本性 学法无矣 做适自本性 见自本性 及名丈夫天 认识老母娘天 上帝是否存在天 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 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 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 天厌之 天厌之 做了为被良心的事情 上天 又会唾弃我为为乎 为天 为大 为大 只有天 最高 大 天 孔子 孟子 思想中 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 也说过天将将大 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 动心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 道大 道无情 生日天 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将万物 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心静今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御来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事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何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十节 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 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 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 成是在天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 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其天不从人愿 最后事情若起似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的说天底昭昭老天 有点有一位真神上帝 看不见的并不表示 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 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 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 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 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 何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 有一位真上帝 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太初 有道道与神同在道 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汉福音第一 三圣经创世纪 一点零一分 2-5 GEN-RAL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GEN-RAL 1-2 亦是空虚混沌渊灭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RAL 1-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RAL 1-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GEN-RAL 1-5 GEN-RAL 1-5 神称光 GEN-RAL 1-5 GEN-RAL 1-5 慰昼称暗为夜 GEN-RAL 1-5 有晚上 GEN-RAL 1-5 有早晨 GEN-RAL 1-5 神称光 GEN-RAL 1-5 神称光 GEN-RAL 1-5 神称光 DAM-RAL 1-5 万物 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GEN-RAL 2-6 又称无生老母 GEN-RAL 1-5 又称明明上帝 GEN-RAL 1-5 上帝当知道 GEN-RAL 1-5 我们所敬奉的真神 GEN-RAL 1-3 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GEN-RAL 2-6 这真神 GEN-RAL 2-4 两个字和上帝 GEN-RAL 1-5 两个字 GEN-RAL 1-5 GEN-RAL 1-5 GEN-RAL 1-5 GEN-RAL 5 所以tgr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之位丧师,克配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橙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根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 基督教替邪归正论第五六节,老母娘清净经营。 大道无形,生育天帝。 可知天帝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帝先有此道。 《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又是,以为天下母。 记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陌生不代。 黄母训子师界,三界为道无尊。我无尊,生克制患老身份,三界十方母为主。 养育圣凡一灵根。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五。 道创天帝,而与天帝同在自信佛。 道,其是灵,看不见抽象。 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之士的身上。 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天主佛于自信佛。 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 天天彼生。 及其聊兮,独立而不改,宗秦而不代,可以为天帝母。 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知明曰大。 大约是,是约远,远约反。 不道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帝,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人。 大万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以尊为大。 在各处人地奉我的名烧香麻垃圾书一一一老子曰到大天大地大人一大。 道德经会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 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业,和华万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 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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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超越现象界的名为天命 内在的名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 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 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 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 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 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以运行日月 涨降万物的大主宰 在人而言 亦足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